由兩間巴士公司共同推出的夜間巴士服務 試行將近三個月 申福利表示運作的效果不理想 乘客量比預期少百分之五十 他們向政府申請再試行多三個月 但是線路和班次暫時不會作出調整 李國賢報導 由10月1日開始運作的夜間巴士服務 到今年年底就滿三個月的試行期 有市民說雖然自己很少晚上出街 但是亦都支持夜間巴士服務 有市民就說希望在路線上能夠作出調整 迫害更多區域 並能夠延伸到騰仔 其實我不介意騷擾 最近有最好騰仔都開了 我其實不介意半個小時一班 因為如果你夜遇了這樣 好像香港也有夜間巴士 但是它現在的路線來說 我覺得有需要再想一想 還有可以延伸到騰仔更加好 而申福利就說檢討了夜間巴士服務 但現時運作的效果並不理想 每班車只有大約18至20位乘客 乘客量比預期少50% 但是他們已經向公務局申請 再試行多三個月的夜間巴士服務 我們亦都向政府提出了 再試行三個月 再試行三個月的話 我們亦都會看回那個效果是怎樣 會再續進一步去檢討 檢討那個效果之後 我們亦都會千萬再作考慮 會不會是將巴士是 現有巴士路線的延伸 或者是再增加另外的巴士線路 他說在路線同班次上 暫時不會作出調整 而現時的夜間巴士服務 由兩間巴士公司 輪流每隔18分鐘開出一班車 主要行經北區至中區 全程19個巴士站 那麼多次